台湾这个水果的品质一向都很好 那你看以金钻凤梨来讲 盛丰老师你看啊 现在说到澳洲了耶 他们呢在5月9号还在澳洲的雪梨 要办这个活动 推广台湾的凤梨 我觉得很好啊 可是呢说真的看到数据 就觉得有一点担心了 因为呢你说凤梨如果卖不到大陆去的话 卖到其他的国家 那一定要能够什么 要有足够的数量啊 否则中国大陆那个市场这么大 其他的国家能补得了吗 今年1到5月台湾对澳洲输出的凤梨 才区区13公顿 看了就觉得有一点农民心里可能酸酸的吧 那还不如是不是赶快恢复到大陆这个外销 你看大陆海关总署宣布 恢复台湾凤梨世家进口了 凤梨世家 这个季节其实虽说还没到 可是大陆已经先告诉你说 可以进来了 可是呢民进党的官 一个一个都在那里酸了 像郑文燦说下禁令也是中方 解开禁令的也是中方 这叫政治操作 是把贸易当工具 这不是正常两岸经贸的来往 只会让问题更复杂 然后呢民党立委郭国文呢 说真的他也是出于一个农产的这个大县 就是他说中国要分化台湾政治操作 我们啊我们外销主要是要日本 韩国还有靠加工 这是什么话呢 这是在帮农民发声吗 现在我们光是来看台湾 你看国台办 说这个都已经讲了嘛 你们台湾这边的凤梨世家 可以进口 那可是你知道这个现在 居然呢就在说 那是不是其他的绿营的县市 也应该赶快了 民进党就在那里急了 那为什么只是给蓝营的县市 那进口呢 这个叫做政治操作 可是我就问凤梨世家 你这个知道一下台东之外 台东之外还有哪里在产凤梨世家呢 因为光是一个台东 已经占全台湾产量98%了 在那里讲什么政治操作 这有什么意思 世家大部分是在台东 那么凤梨是嘉义台南台东 那这里民进党讲那些屁话 当作换屁就算了 很简单 当然是中方进的 当然也是中方贼进 是他决定那个关卡的 不是他进不是他贼 那是谁呢 是你民进党吗 对 但是他卡的原因 是政治还是科学 那卡的原因现在已经很清楚 就是说全世界他要求进口的水标准是这样子 所以他要求台湾是这个标准 那这个标准现在我们也达成嘛 那既然达成了 那中方也就愿意再开这个门 那现在问题就来了 假如不卖大陆 我们的农民可以过得很高兴 快快乐乐干嘛卖大陆 不要去嘛 就不要去不就好了 管他进不进 管他开不开 问题是 第一个 大陆是最大的市场 对 第二个 日本比大陆严格多少倍啊 请民进党政府告诉我 日本是怎么检查台湾的水果 检查台湾的凤梨 检查台湾的水果的标准 一样的道理 到了澳洲 多远的距离啊 对 那个能量付出的代价有多高啊 成本更高 是不是补助 补助了多少 那补助的钱是谁 是所有的纳税人钱拿来补助的 那你说话 真的怎么在半肥 真的 不是我在这边诅咒他 真的 假如你换个角度想 你会这样想吗 应该换来看说 到底我们今天生产的合不合格 然后我们的产品 有没有问题 人家进了你 可不是随便进的 是人家是有理由的 而这个理由不是只针对台湾 还针对泰国 还针对其他的国家嘛 我们自己不做好 然后在那边规则 然后呢 把美国的 难道你也世界都要像台湾一样啊 美国的毒株毒牛都可以进来啊 何时可以进来啊 是这样子吗 不是吧 所以从这样的一个角度来看 民进党少一点政治啊 多一点人民啊 真的可以不要卖大陆 农民可以活得很快乐 我们就没有这个问题 是啊 假如需要卖大陆 才能解决农产品的问题 那就不要吹牛 闭嘴 好好把事情做好吧 对 但问题是现在的台湾农民 就是很焦虑 果农焦虑 渔民焦虑 因为呢 希望能够卖到大陆去的 现在看起来呢 越来越困难 那好不容易终于看到 哎 这边有开始松绑的迹象 放宽了限制了 那何尝不是因为农民自己的努力 还有加强他自己本身产品的这个品质 那要符合食安的标准等等 很多很多的细节 都是必须要这个努力的 但是宏廷 那现在呢 我看民进党政府 好像也就只会骂一骂 讲一讲 那光是我们在刚刚讲说 对澳洲输出凤梨的数量 是非常之少 跟中国大陆之前的那个 买这个台湾的这个数量 比起来实在是天差地缘 然后呢 再加上现在大陆方面 算是提早告诉你说 你凤梨诗家可以准备了 因为你看连农会都说 产季主要是12月 那现在赶快出口的话 这到时候品质一定是可以更好 而且他给你时间 赶快先做包装 然后人家做包装的负责人 又觉得被冤枉 为什么 因为他只是事前先做一个示范点 然后呢 结果陆委会反而就讲了说 你只是让少数的包装厂 在那里可以放 放到大陆去的这个产品的话 那就叫做分化统战 哇 人家这个负责人 就觉得好委屈 什么叫做我被分化统战了呢 何其无辜啊 宏廷 我觉得我们过去常讲 就是说取势能力舍是智慧 也就是说 坦白讲我倒认为 就是说 这件事情其实很简单 台湾的水果 有没有能力站上国际舞台 我相信所有的民众 都有一这样的想法 那怎么样让我们好的产品 让我们真正的民众 能够在所谓这样的一个 经贸过程之中受惠 那重点就是要看我们的取跟舍 跟我们的得跟失 到底是什么 所以我想请问一下 现在我们有机会把我们的水果 卖到中国大陆去 我们失去了什么 我们得到了什么 那在这样的一个过程里面 我觉得 我们到底失去了什么 如果会你今天如果要讲说 什么这是一个分化 这是一个统战 请问你告诉我 我们它分化了什么 它统战了什么 我们把我们好的产品 卖到我们认为可以的 这样的一个商业的地方 或我们认为可以的一个市场 我们到底失去了些什么东西 我们会因为这样子 就失去了我们对主权的保护吗 我们会因为这样子 就失去了所谓的这个 大家认为就是说 我们就被控制了吗 或什么样的一个部分 我觉得这是要讲清楚的 所以在这整个过程当中 你可以看到 我觉得真正整个政治 回归到最后 还是回归到什么 怎么样对人民来讲 是最好的选择 是啊 我们又可以保护它 我们又可以让它 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 它继续的有机会去做成长 坦白讲我最常讲一件事 守护国家安全 最好的方式就是什么 要有底气 所以今天如果我们因为情绪 会因为一些框架 会因为所谓的这些程序 然后我们就说 好这个我不要 那个我不要 这个我不要 这个也不要 当我们整个国家 都没有所谓的商业贸易往来的时候 那这对台湾来讲 对守护台湾来讲 是更安全的选择吗 不要忘记我们过去最常讲 就我们很自豪的讲说 因为两岸密切的经济贸易 所以我们这样的一个模式 成为防治冲突最好的方案 因为彼此之间互为供需 大家都有彼此之间的需要 那怎么打得起来 可是如果你今天要用 所谓政治上面的这样的一个部分 一直去切断 互相的经贸往来的时候 当双方都没有经贸往来的时候 开战的成本就很低 双方之间没有任何的 安全互燃的时候 没有任何管制分歧的这样的一个模式的时候 没有防治冲突的这样的一个模式 对我们到底是好还是坏 这是重点 所以我们才讲就是说 为什么这一次这么多的地方 他愿意去做这样的一个事情 因为我们要告诉大家 这也是一种政策选择 当我们认为 我们在没有失去任何状况的底下 我们能够继续回应到过去的 这样的一个经贸合作的时候 那这样某种程度 它也是防治冲突最好的方案 那何乐而不为呢 是啊 然后民党这些呢 就只会还在那里什么 叫企业一起来买啊 然后呢 就在那边 不断的在那里酸 然后说这个 蓝营的不是 而且我还要补充一点 就像刚才李老师所提到 你真的有底气 你就跟他讲 半导体 晶片 我们都不卖 通通不卖啊 我们都不卖嘛 然后呢 那这样 就说如果我们卖给他们 就是我们在帮助统战 是不是 因为你卖半导体给中国大陆 你是不是在帮助他们 是 好那你民进党 在半导体方面 你不设禁令哦 然后呢 你现在设水果设禁令 那我就回过头来问 从国家安全的角度来讲 卖半导体给中共比较可恶 还是卖水果比中共 比较可恶 在帮 就是所谓的资敌嘛 所以你不能说一套做一套 卖晶片比较可恶 是哦 如果按照这个他们的逻辑的话 你按照这样子的一个 你按照民进党的逻辑 我就反问你一件事情 你禁止所谓的 就你不让大家去卖水果 你不让大家好好的去卖水果 但是你让大家好好的去卖晶片 然后你告诉我说 卖水果会被统战 那请问卖晶片的就不是啊 那这个逻辑又到底又是什么 所以你民进党不能再说一套做一套 你讲清楚说明白 如果你认为就是说 跟中共有所谓密切的经济往来 就是统战 就是肢底的话 那你就全部都挺嘛 我们在52台被撤照 我们在YT被限流 被黄标 我们在脸书被检举 被降触及 我们全都遇到过 但是我们不放弃 让真相被听见 被看见 我们现在有自己的中天新闻网app 这里永远不断线 请您赶快下载中天新闻网app 请您赶快下载中天新闻网app